牛顿有一句名言 如果我看得更远 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 多数人普遍认为 这是牛顿的谦逊之词 巨人可能是指伽利略或者开普勒 但事实上这是一句嘲讽 是牛顿写给前辈老领导 罗伯特·胡克一封信件的开头语 具有极大的恶意 因为胡克同志不仅个子不高 还患有严重的驼背 而这句嘲讽的背后 藏着一段荡曲回肠的科学争斗史 甚至涉及到万有引力定律 到底是谁先发现的 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们接着聊牛顿 前面两期重点介绍了 牛顿悲惨的童年高光时刻 以及跟莱布尼茨的互相斗法 今天再来聊聊更有意思的 牛顿跟业内前辈大神胡克之间的纷争 以及在牛顿身上比较阴暗的一面 其实纵观他的一生 由于受到原生家庭影响 他一直都比较看重财富和地位 心胸也不够宽阔 攻击力极强 牙姿必报 当时就在牛顿以减费生身份 进入剑桥读书的第二年 就秘密开办了私人银行 他老家农场 一年可以收入700磅 而同时期贵族的公子哥 一年的花销也不过才40磅左右 因此牛顿具备放贷的实力 但以他当时的宗教信仰 是不允许做这个事的 亵渎神灵 牛顿却因此赚个盆满钵满 侧面就不难看出 他的性格中 还藏着一部分特立独行离经叛道 后来牛顿在取得学士学位后 第一时间到当地师分登记处 目的是获得绅士头衔 从此彻底跟农民划清界限 好 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罗伯特·胡克 这一大哥被称为英国的达芬奇 是极为出色的博物学家 数学家 发明家 画家 光学家 力学家 天体学家 除了在数学上的造诣 没有牛顿高 其他方面基本不逊色 咱们现在课本里的弹簧公式 就叫做胡克定律 以及课本中的万象节 也被叫做胡克节 他还改良了显微镜和望远镜 包括细胞这个单词 也是胡克发明的 他比牛顿大八岁 当牛顿还在剑桥的寝室里修仙时 胡克就已经担任 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室主任 后来还当上了会长 总之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 但至今 世人找不到任何一张 胡克在世时期的画像 我们所能看到的胡克肖像 都是根据后来人回忆所画 而造成这个情况的背后原因 正是因为牛顿 其中渊源 要从一篇光学论文说起 上一期视频又聊到 牛顿发明了反射望远镜 不仅结构变小 精度还大幅度提高 在伦敦一经展览 瞬间声明确起 这事多多少少 有点刺激到胡克 大家都是天才来的 你怎么能在我擅长的领域造次 所以当牛顿准备发表论文 光与色的理论 递交到皇家学会以后 作为审稿人的胡克 我猜他多少有点私心 再加上 牛顿跟他观点相悖 胡克更加支持惠庚斯 认为光是一种波 而牛顿则提出光是一种例子 于是胡克 不仅没有予论文通过 还回了一封信 将牛顿好一番贬低羞辱 大概就是说 你论文中全都是一些假想 并未被证明 也没法证明 如此不严谨的东西 是不能作为论文发表的 赶紧抄定吸气睡吧 本身牛顿的性格 一直就孤傲自负 所以就很不服气 立马写了一封信回怼 作为前辈的胡克 就更不高兴了 你一个剑桥的后生小子 他也没有礼貌 本身胡克的口才就极好 擅长演讲 影响力又足够高 于是在学术圈 大肆血扬 用各种实验 指出牛顿 关于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 咱们现代量子力学发展 让我们知道 光具有二向性 既是粒子也是波 因此单独说光是粒子或者波 都是不严谨的 也都有实验与之相悖 奈何 牛顿比较内向 地位也没有胡克高 所以当时 学者们更倾向于 认可胡克的观点 在得了试以后 根据牛顿传中记载 胡克进一步抨击牛顿 甚至指出 让牛顿成名的反射望远镜 不过是抄袭了自己的创意 在好几年前 他就已经设计出 结构更小 像一块怀表一样 精度更高的望远镜 奈何 打磨镜片的工匠 一直做不出合适的镜片 所以才没公开 为了证明自己绝非虚言 胡克还拿出了 八年前的一篇论文 是英国数学家詹姆斯所发表 里面有一模一样的设计 这一下就更要命了 瞬间让牛顿成为众矢之地 声名狼藉 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批评 谩骂诋毁的信件 牛顿的人生也自此坠入谷底 咱们现在看到的牛顿肖像 大都是意图淫发 各位注意 这可不是那种法官假发 是真的白发 在这一阶段 30岁的牛顿一夜白头 在之后 胡克与牛顿之间 互相又来往了不少信件 双方各执一词 喋喋不休的争论 甚至胡克还拉拢 最早提出光波学说的 荷兰大科学家惠庚斯 一起跟牛顿敌对 展开了一场跨海作战 在当时的影响力方面 牛顿根本不是对手 面对两人夹击 一肚子气 偏偏又无从发泄 别提有多抓狂了 以至于直到胡克死去 牛顿才正式将光学一书出版 除了光学领域外 牛顿跟胡克还在万有引力定律上 吵得更加不可开交 以至于到现在 都仍然有人支持 最早发现万有引力的是胡克 具体是这么个事 当时光学一仗打下来 牛顿占据下风 从此沉溺于炼金术 不再过问科学江湖 如此七八年后 胡克不仅升至为 皇家学会会长 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 然后就又想起了牛顿 鸦鸦撒撒写了一封信 大概就是说 我这有一些 关于行星轨道的算法 如何如何得来的 最终结果是一条螺旋曲线 你看一下对不对 牛顿看到信后 很认真地进行计算 并回信说道 没错 经过验证 的确是一条螺旋曲线 还给出了对应解题过程 然而当胡克看到回信 简直乐开了花 因为正确的结果是椭圆轨道 胡克早就算出来了 于是大肆宣扬 一边演讲正确的解题方法 一边公开说 牛顿的数学能力不行 彼时的信息传递 远不如今天先进 胡克生怕 牛顿不知道自己又败了 还专门把抨击牛顿的演说内容 写成一封信寄给牛顿 但吴阿梅想到的是 仿佛时间磨平了牛顿的棱角 他竟然再次回信 并在信中虚心承认了错误 然而 胡克并未罢首 又拿着牛顿认错的信 到处演讲宣传 公开表示说 牛顿也不过如此晕晕 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 胡克的智商虽高 情商却极低 孙子兵法反复告诫 不要赶尽杀绝 不然反扑的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了 而且最关键的 在1680年1月6日 胡克寄给牛顿的信中 有比较模糊的讲到 引力大小与距离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 但并未总结成数学公式 而这封信成为了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 虽然牛顿始终不肯承认是得到胡克的启发 但现代研究科学史的专家认为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老话说的好 莫移因果无人鉴 源在儿孙尽在身 胡克种下的因终究还是应验了果 1684年 牛顿发表了《论运动》 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前奏 两年后 牛顿终于完成扛顶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本著作有多么伟大 我想不必过多浪费唇舌 咱们现代科学对于低速宏观宇宙的全部认知 几乎都脱胎于万有引力 只要已知两个物体的质量和半径 那么就可以算出它们运行的轨道 这是整个现代物理学大厦的基石 但当时由于经费问题 以及胡克坚定认为 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抄袭它的 因此皇家学会并没有将这本书出版 但牛顿有个好朋友 一个贵族的富二代 叫艾德蒙·哈雷 咱们常常听说的哈雷彗星 就是他按照牛顿的公式 最先计算出这颗彗星运行的轨道 并精确预言彗星出现的时间 因此才用它的名字予以命名 当时的哈雷看完后 深知这本书的巨大科学成果 于是自掏腰包帮牛顿出版 但这个人的情商明显要高很多 他很委婉的跟牛顿说 要不在序言里 咱稍微介绍一下胡克 毕竟总归有点功劳 这话说的没毛病 其实呀 在书的正文和注释里面 也有少量提到胡克 但确实不多 牛顿一听之下呢 嗯 也是这个道理 你等着我稍微改一改 结果改好之后的第二版 跟胡克半个字的关系也没有 所有相关内容完全被删除 这哈雷估计也被弄得哭笑不得 但还是自费出版了这本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此问世 让牛顿成为了当时最牛逼的科学大佬 连执衣都不需要 胡克终于还是败给了牛顿 1703年3月3日 罗伯特·胡克先生在落寞中死去 就在他死后不久 由于牛顿在科学上巨大的成就 以及之前在铸臂场卓越的表现 关于铸臂场议事就不展开细说了 总之 牛顿接棒 坐上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宝座 这一下权力在手 牛顿牙姿必报的性格又一次显露无遗 所有英国皇家学会里的 胡克实验室 胡克图书馆 先后全被解散拆除 包括胡克所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资料 以及实验器材 也都被分散或者销毁 一代天才级大牛人物 就此隐没在历史深处 甚至连衣服 生前的画像都没能保留下来 这位曾经被称为 皇家学会的双手与双眼 英国的达芬奇 罗伯特·胡克 被牛顿彻底抹杀 造成接下来两百多年 很少有人能了解 胡克曾对科学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 甚至一些跟胡克关系密切的 皇家学会成员 也都被牛顿列为黑名单 后续一一被清除 虽说没有留下切实证据 但后世人们稍微考证历史 又哪能不心知肚明呢 都不知道 做何感叹了 本来计划还要聊聊 牛顿的两个绯闻男友 威金斯和法迪奥 或许能解释 牛顿终身未娶之谜 以及他为何 倾心于炼金术的研究 包括 接管铸臂场期间 一系列神操作 还有出名的 2060末日理论 但聊着聊着吧 又十多分钟了 怕你们耐不下心听完 改天抽空单独再聊 好 本期到此结束 最后一句话 感谢各位辛苦听完 没点赞的朋友 还反省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万分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